HELLO 歡迎大家又回來 趙虎班的銷唯,我是俠子Brown 今集想介紹屯門的一個傳統洗衣店 大家都聽過我講很多次 傳統洗衣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或者有什麼賺錢的要缺 其實說到尾,一定是你做得夠久 累積到一定的客戶 外貌要光鮮,內裡要整潔 又或者你自己有對客的一套方式 有自己的經營之道 今集要介紹這個盤 它的參考編號就是SA9766 簡介名是屯門營利傳統洗衣店 正正的位置就是圍繞著一個大的屋苑 所以這個盤有很多客戶長久地找他 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代客友善 接著說到售賣的價錢 現在是放50萬 他經營的場地佔地321呎 他現在最主要是做衣物的磅洗和乾洗服務 乾洗的部分其實都是判出去 給洗衣工場乾洗的 接著營業靶就對策 而他乾洗佔的營業靶其實不是很多 一般都在10%以內 近3個月的平均營業靶也有9萬多 其實以傳統洗衣店的做法來說 乾洗佔比還要是這麼低的時間 他這個生意也是挺穩固的 即是存到很大堆客戶 而他的店鋪還要是沒有做包月的情況之下 做到這個生意 其實真的難免很貴 為什麼這麼說呢 很多時我們看到一些傳統洗衣 他們很大部分可能是佔了兩成三成的生意 都是一些包月客 但包月客他們都會有倒閉的風險 或者不再送給你送洗 變成做散戶 一些長期的客戶 只是他們收入的主要來源 而他的主要來源是很堅實的 告訴大家 那他的資產有什麼呢 其實他都是用Speed Queen 30磅的洗衣機有兩部 然後30磅的電子光衣機有兩部 電子磅一部 冷氣機兩部 電腦一部 工作台一張 貨品的存放架就一個 供應商就有三個 分別就是洗衣粉 消毒藥水 膠袋 冬煮這些都可以提供給下一位 整個經營的客戶資料都會留給下一手 我們介紹一下計算 營業額減少支出開支租金之後 究竟是剩下多少錢呢 首先要說 大家可能還未猜想到 在一個做乾洗 或者做洗衣都這麼好生意的情況之下 但是租金會不會很貴呢 這個長的租金都是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一元 即十分相宜的一個價錢 而管理費其實只有二千三百四十元 即是你當管理費加上租金 就一萬四千五左右 都是相當之相宜的一個價錢 然後扣除所有支出之後 它的純利是可以達到三萬八千元 以傳統洗衣店來說算是一樣的 如果你有興趣了解多點這個盤 或者有沒有相片看 或者有沒有片看 記得打到92932932這個電話 接著預約那個時間 上去932的辦公室 就可以了解更長進的資料 今集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記得離開之前 按下訂閱、鏡頭、小拉 還有最新的生意資訊 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 今集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跟大家說聲 拜拜 拜拜 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記得按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每一條藏金地圖的影片 還不快點行動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不同類型的生意加盟講座 請click下面的link報名